菲律賓正在探索針對中國的法律途徑 因為他們指控中國在他們南中國海專屬經濟區破壞珊瑚礁 北京拒絕這項指控並聲稱菲律賓利用虛構的信息編排政治鬧劇 菲律賓外交部星期四稍後表示 正在等待各機構對藍沙群島二樂灰礁是環境破壞程度的評估 並將由副檢察長格雅拉主導 格雅拉星期五表示 菲律賓正在研究向海瓦上次仲裁法院提起第二宗法律訴訟的可能性 菲律賓在2013年提起的第一宗針對中國對該地區主權聲索的訴訟當中獲勝 格雅拉對路透社表示 這個研究不單是因為所謂的珊瑚礁破壞 還因為其他事件以及西菲律賓海的整體局勢 他並補充說將會向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 以及外交部發送一份報告和建議 馬尼拉將其聲稱擁有主權的南中國海部分 稱為西菲律賓海